這個是現在的時尚水手瓶 我也有耶 我的超級好姐妹也入手一個耶 可見她現在有多麼熱賣 暢銷真的是人手一瓶喔 本週我們生活小組 一定要收集流行薪資的使命 當然不可以錯過它囉 一起來認識這個時尚生活新寵兒吧 GO 現代人重視健康 隨手帶上一瓶檸檬水 不僅成為一股流行風潮 更是一種生活態度 而這當中一些實用 簡單又富有創意的用品設計 也為生活增添許多趣味色彩 哈囉 歡迎來到創意生活秀 我是丁丁 大家好 我是Zeno 現場的朋友歡呼聲 太開心了 Zeno 你覺得什麼樣是創意生活呢 我覺得所謂創意生活的話 就是我們在生活中的用品 或是說我們在一些日常生活中 會碰到的事情 那我們都在它的用品 或是方法上面加一點小巧思 然後讓我們生活更加多彩多姿 而且在使用上面是愉悅的 有加分的 尤其像現在夏天非常熱 超熱 真的 所以今天來到這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發現現在有個很夯的水手瓶 我真的姐妹人手一支 因為它真的時尚又實用耶 是不是來幫我們講一下當初為什麼會想要把這樣子一個這麼棒這麼暢銷的東西帶進來呢 OK 像我們創意生活啊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非常體現到我們創意生活的概念 那它其實就是我們夏天會想要喝水嘛 那喝水我們不要那麼單調 我們加點創意在裡面 我們可以沾一點檸檬汁 那這樣就是天然的檸檬水 那我們就可以不用買說外面的化學飲料啊 手搖茶或是鋁箔包那些東西 那第二 它在器具上面也是有創意的 它結合了榨汁桌啊跟我們的水手瓶 那這樣它在使用上面的時候其實就是多合一 而且加上它的時尚外形 那它對使用上面絕對是加分 而且是把創意帶進生活中 結合榨汁器的隨身瓶 不但操作簡單 曲线瓶身好握取 外形美觀 有四種顏色變化選擇 玻璃材質更是通過檢驗安全無毒 最特別的是還延伸多種應用 就連整根小黃瓜也可以輕鬆榨取 相當方便 夏天的涼拌很重要 我看到這一杯 我整個新涼皮透開了是不是 所以我們不管在任何地方都要加入所謂的創意 連喝酒都是 那啤酒的話其實我們有新的這個杯子啊 就是我們新代理的杯子 那它在喝酒的時候 它的獨特功能就是它可以保冷 一般我們都會覺得是東西杯子應該是要保溫 但它的獨特功能是用材質的特性 來說到它可以就是維持保冷的程度 那即使你不用一直添加冰塊 它也是可以維持說啤酒或是說你加其他飲品 它可以維持在低溫的情況下延續這個口感 神奇的啤酒杯霧面陶瓷材質可以迅速吸收杯子上的水分 使用前只要用水沖一下 杯子就可以達到保冷的效果 另外黑色表面的特殊設計 還可以使用粉筆在背上塗鴉或標示 創意的巧思相當實用 那當然像我們女孩子有一些也很喜歡喝茶飲的呢 針對茶的話 因為其實有些人喜歡喝冷飲 有些人喜歡喝熱飲 覺得是養生 那茶的話 其實我們有眼鏡同品牌的一個是茶碗 那它的話它的特色就是 它會有一個專門在裡面的結構 讓我們可以更簡單的把茶葉跟茶水分離 那另外的話 它就是有得獎的設計 它可以很簡單的一個動作 輕輕的換邊 它就可以讓茶葉跟茶水分離 那你不用擔心說你的茶葉越泡會越苦澀 外型簡約的茶碗設計 材質安全耐熱不含雙分A 不但間隔濾網方便拆卸 還有三種清新亮麗的顏色可以供選擇 業者代理的品項豐富多元 涵蓋各個面向 讓創意的設計延伸生活的美好 其實創意的話是無所不在 生活上的任何東西其實都是可以被開發的 那在我們網站上的話 套用這個理論不管你是文具生活用品 清掃用品甚至是媽媽寶寶的母嬰用品 都可以在網站上面找到 而且它會帶有自己專屬的特色 或是說有獨特設計的功能性 也因為他們代理的產品吸睛 深受消費者喜愛 卻也容易引起效業者仿茂 所以在電碟上像是垂身品 從高材減量的外觀設計 不但可以輕鬆辨別真偽 也達到環保的目的 我們每天都會去吸取國內外很多的設計 或是說新商品的知識 那我們覺得這個東西的話有符合綠色或是創意 它的設計跟實用性是有結合 並且有市場的吸引度的話 那我們就會來討論說它是不是有引進的價值 它是不是值得分享給說我們消費者來 讓生活的更加便利 或是說讓我們的生活可以增添更多的風采 業者引進的生活用品 兼具美學與實用價值 他們到處探尋國內外各種創意小物 與消費者分享 希望將有質感的設計融入大家的生活 引領我們從當中發現更多美麗的感動 一同體驗優質便利好生活